週四 美國總統拜登和習近平第五次通話 白宮發言人在最後的記者會上表示 兩位領導人通話時間2小時17分鐘 超過3月份會談的110分鐘 對於外界最關注的臺灣局勢 讓皮埃爾反覆說 拜登強調美國的政策不變 兩國在會談後發布的聲明中 都提到臺灣局勢 但表述截然不同 白宮聲明強調 美國強烈反對改變現狀 或破壞臺灣海峽和和平穩定的單邊努力 新華社卻聲稱 拜登重申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 也不會改變 美方不支持臺灣獨立 有記者問 拜登總統是否向習近平提起 新冠病毒起源的問題 讓皮埃爾說 白宮之前多次提到 與國際夥伴合作 迫使北京充分分享信息 讓皮埃爾還表示 拜登還在會談中 談到毒品芬太尼議題 希望北京繼續關注並解決 非法毒品販運到美國的問題 白宮表示 拜登總統還要求 拜登總統還要求習近平解決多起被扣留的 美國公民等案例 拜登還向習近平提出中國的種族滅絕和強迫勞動行為 呼籲停止在中國各地持續的侵犯人權行為 有關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臺傳文 白宮表示 拜登認為要佩洛西自己決定 白宮還強調 美中在處理臺灣問題上的分歧超過40年 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 至關重要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梅 林一綜合報導